艾爾瑪爾時速近200公里的風力吹襲佛羅里達州 東岸麥亞蜜當地星期日下午刮起狂風暴雨 沿岸水位高漲 海水湧入 街道一片汪洋 有600萬人口的麥亞蜜在大批居民撤離之下 市中心成為空城 高速公路亦都已經關閉 市中心一個地盤有天稱倒塌 押在一棟正在建的大廈上面 市政府官員預計要等風暴過去兩星期之後才能夠清理 而在麥亞蜜以北的盧德德爾 街道亦都廣泛水浸 大浪泊打岸邊 有大樹被連根拔起 艾爾瑪星期日早上率先在佛羅里達州南部群島登陸 為當地帶來彷彿大雨 多間房屋受到陷阱 氣象部門預計當地雨量可能超過600毫米 它的暴風圈並在下午在佛州西岸的馬科島登陸 之後預料會繼續北上 直撲多個重要城市 正面吹集有著300萬人口的坦帕和聖比德斯堡區 隨著艾爾瑪逐漸逼近 作為州內的第三大城市坦帕 風力明顯增強和有雨 在建築物外面有沙包堆起防洪 市政府已經率先實施宵禁 禁止居民在晚上6點之後外出 而佛州目前有超過700萬人撤離 超過12萬人入住收容中心 總統特朗普在馬里蘭州大衛營召開內閣會議 商討對策之後回到白宮 他說聯邦政府已經做好準備應對災情 特朗普又和佛羅里達州州長斯科特 以及佐治亞州 阿拉巴馬州 南卡羅來納州和田納西州等幾個州的州長通電話 商討應對災情 斯科特公布已經要求特朗普簽署重大天災聲明 調撥聯邦資源鎮災 又提醒艾爾瑪的移動路徑可能有變 民眾亦都應該要等待撤離令取消之後 才重返家園 Everybody needs to be safe You need to understand